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把焦点再拉回到国际美中大战 其实美中大战对于全球影响是很大的 那当然两个都是各自的强权国家 在经济上或者是政治上 但是最新的纽约时报的报道 它特别讲了 中国其实不应该是美国未来的大敌裁队 因为两个对手较量是不是明智之举 理论上应该结长补短互相合作 而不是试图用它来改变自己或是攻击对方 但事实上这个对峙的情况就是持续在发生 包括了美国前国务卿季欣吉说 美中再这样对抗下去恐怕会导致冲突 甚至是军事行动 那么中国的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还说 其实历史证明中美过去合作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时针拨回去呢 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俄务之后对抗俄罗斯必要之恶吗 但是其实在美国智库的一个最新的 大围剿的专文公布出来里头 有提了24项 大陆智库提出来大围剿这个智库里头的资料 有24项的压制中国措施 这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的大围剿 他表示美中现在全面摊牌几率正在上升 本来是可以互补合作的 现在显然就是要很硬碰硬的来摊牌了吗 而美方所谓的综合威责 24项的措施其实就是对中国大开大围剿 在围剿中国尤其是在台湾议题上 所以当英国的智库也说 中国是搞岛链战 最近当然因为南太平洋 石岛的外长会议 王毅去出访本来要签的共同协议 最后自由事报标题叫做吃憋了 那么真的是被美国或其他的影响 让这个协议没有办法签订 让这些国家有疑虑吗 那所谓中国也在搞岛链战 对于美国来讲第一岛链 对中国可能是第三岛链 英国智库学者说 中国如果跟太平洋岛国 签了这个安全协议很危险 危险在哪里 会阻断美日澳军援台湾的后勤补给 是这样子吗 那么当然刚刚最新的 这个蔡总统接见了美国参议员 达克沃斯 因为他是军系的这个议员 我们知道他过去这个身上的 也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特别有一段话被宣布出来说 美国会确保台湾 不会孤心奋战 还强调未来 国民兵可以合作 强化台湾安全法案 听听这一段画面 And I'm here again to reiterate that this partnership is a true partnership one that is valuable to us as well My legislation with Senator Thune the Republican leader and assistant leader 当然也很多人猜测 这是不是跟军购有关 这一趟行程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是亚洲周刊的 《讽刺漫画》里面很有意思 这个在蔡总统的座位 后面有一个incase 就说这好像是一个紧急求救的斧头 一般是斧头或者是救生阀 可是这个救生阀是什么 如果中国有状况的打过来 有状况的时候 就打开打破这个玻璃 美军就会从这个棍子里面走出来 这是一个讽刺的漫画 所以最近的这些措施 都让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特别跳出来喊说 中方强烈表达不满 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而最近更是出动了30架次的 扰台的飞机 包括了歼10 苏凯35来示威 同时中国第三艘的航空母舰 端午节也要下水 这个是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那么美国在做什么呢 拜登总统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外交部长 他好像国防部长一样 他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 有个专访 其中特别提了 中国对台威胁持续增加 而且这个威权主义 还扩张到南太地区 中俄两国正在合作扩大势力 把这个中国也扣上这个帽子 合作扩大势力 所以中国的驻以色列使馆 还逼迫说要撤稿 让这个消息引起了关注 不过我们外交部长 好像得意很开心 还出了个梗图 他说不用担心触怒中国了 他们生气就代表你做对了 所以这个是把台湾推到更前线 更危险的地方吗 要把这个安全阀打破 美军就会走出来的意思吗 我这个听到这个消息 这是非常非常难过 我首先要强调 这个世界上的有势之势 就是基本上抱持了两个观点 吉星奇够了解吧 今天刚好是中美1972年访问 美国的总统访问中国的50年纪念 你要知道 吉星奇他太了解中美关系了 为什么1972年的访问 到了1979年的1月1号 中美才建交 这当中就是讨论台湾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这个废约 然后断交 然后这个撤军 我们这个年龄的小时候 是见过美军在中山北路走来走去 嚣张的不得了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 这个台湾是大陆最敏感的一块地方 这个地域吉星奇 那另外的话 目前的局势当中 大家都知道美国有没有能力 美国有没有 美国都不敢直接到俄罗斯去 连远程的飞弹都不敢送过去了 那乌克兰都已经很不高兴了 那这个意思也就说明 目前为止你不要惹自己惹祸上身 但是美国这个参议员 这个Dark Wars 他居然跑来说什么 大家知道他讲说这个 不但是要捍卫台湾参军 他派出了个国民兵 大家我给你解释一下 美国最了不起的是特种兵 海豹部队 一当死这个没话讲 对不对 电影看多了 National Guard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看到一般来讲 不敢当兵或是肥肥胖胖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穿起来都是美军 但是其实内容是很不一样的 你拍这么多来干嘛 这些人跑来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尽懈不明 我是希望能够活得好好的 我跟你讲 我在台湾要活得好好的 目的就要为替自己 这一口气 我全家人带回来在台湾 生在这 大汉在这 一往也死在这 就是有这种气魄 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要跟美国一起并肩作战 要然后面对这个 未来这种打仗的命运 请大家注意去看一下 陈慧文竟然在问 乌克兰战争发生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反思一下 他讲的问题就是要讲 我们今天要反思一下 你要不要新北市变成乌克兰 像马利波那个样子 你要不要了解 一个钟头被轰炸200次 是什么感觉 这不是真的开玩笑 你对这种事情 那吴昭先生还大言不惭地讲 说要惹怒中国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是靠什么起家的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你把你们吴家全部 从美国叫回来 大家一起参加国民兵 你有这个勇气吗 你只会叫 你那个外交部长我也会干 你再讲几句漂亮的话 难道我不会吗 就是自己要想一想 为老百姓想一想好不好 施教授 这看起来好像说 把台湾推到更危险 才符合他们的心意吗 我先看就是说 从中美建交的时候是合作 要对抗苏联 那苏联解体以后 目前中国当然是慢慢地在崛起 是不是已经要取而代之 也就是说目前两个是竞争 中美是竞争 但是两个是要冲突了吗 我目前看不出来 中国有这样的打算 坦白讲 坦白讲 太平洋是美国的后院吗 是加勒比海吗 OK 这法国中线或是怎么样 对不对 有点奇怪 也就是说 我会认为说 因为他已经拜登 他看准了习近平二十大 内部的部分是 因为他需要安内攘外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他不知道是不是会逼 逼习近平这边 或者是中国的保守派 解放军里面出手 OK 有点像是就是现在 就是我们看到俄乌战争这个样子 OK 好 我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美国厉害的话 他不用一个四方会谈 又一个什么印太架构什么等等 那些东西 真正厉害的是一招毙命 OK 所以我会觉得拜登 其实不是那么有自信 所以每一次拜登一讲以后 布林克尼和斯利文 就会出来帮他再修改一下 那回头再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 看到美国国会议员 因为他们也要其中选举了 OK 他们是唱衰拜登 所以无事献殷勤 非奸急躁 我要提醒 至于民兵的部分 国民兵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常被军事很少 而且四散在全国几百个基地里面 他动员是很慢 所以我最近在读 美西战争跟美末战争 他们基本上都是要靠民兵 民兵先过来以后 然后接着再说 OK 好 然后我要觉得说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没事 然后找麻烦 我还觉得吴钊燮 他不只是外交部长 他不只是国防部长 他简直就是总统 你知道吗 所以我会觉得 那一个 疲惫子你知道吗 那些小狗 看到人家都一直在咬 咬什么 其实是没有必要 你知道我们跟中国 大概很多纠葛 还没办法处理 对不对 你干嘛故意 这个借故意 弄得不高兴 OK 更多的扰台的军机 或者是航空母舰来 对台湾会比较好吗 浅秋因为我比较挑剔 所以像邱泰山 我们的陆委会主委 或者刚刚讲到外交部 吴部长那个 我是不谈的 那个成绩我是本来 不然你叫蔡总统出来讲 这种陆委会主委 跟外交部长就随便你们讲 你们放话的工具 请观众朋友看 俄罗斯画了红线 他们有抗议 所以拜登讲的 我们不要给乌克兰 长城的武器 打太远的不给你 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说 美国卖给我们的军售 也都没有长城武器 美国卖给我们的军售 哪一个打得到福建 他不会卖给你 所以美国这一点很公平 他怎么对乌克兰 他怎么对你 那川普总统 因为川普总统他没有连任 川普总统那时候 说要卖给我们 是将近180亿美金的军售 我们拿到手的有多少 我们有钱 我们不是没有钱 180亿美金 我们有的是钱 这在台湾那样是小钱 但是到货的多少 几乎没有 所以川普批的军售 拜登是踩刹车的 所以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请大家看这个是今天 拜登总统在纽约时报的投书 美国总统跑去纽约时报投书 这有点奇怪 那标题写什么 What the American will and will not do in Ukraine 就是说美国将在乌克兰 有什么要做有什么不要做 里面讲了一大堆 就是这个2266 这个东扯西扯写大 那我想说那你台湾呢 你美国有什么东西 你和台湾有要做还是不要做的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这个拜登的这个投书 我讲截入几个重点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美国我们不调停 我们也不会逼你乌克兰去谈判 这一点跟那个雷根总统的 六项保证 里面有两个是很像的 六项保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美国不调停 美国不会逼台湾上谈判桌 这其中两个 很像 很熟 对 我想说怎么那么像 我想问的是拜登总统 他就说以后我们现在在乌克兰 有什么要做有什么不要做的 那之前 观众朋友我要强调的是 之前在战争2月24开打之前 美国在乌克兰做的什么 美国在乌克兰讲的什么 我想请问拜登总统 我不要去扯你儿子的 因为你儿子在乌克兰做生意 拜登总统你们美国 包括你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你们给乌克兰什么样的大饼 当初不是你们讲的吗 当初你们不是说北级都是 都你们讲的 现在全修我的意思说 现在战争打得快100天了 今天是第97天了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要核桃什么 我想请问拜登说 你们美国都没有责任吗 然后你现在感觉我给你的武器 是打不到俄罗斯 而且他投出来想说 他反对乌克兰把这个战火 延伸到俄罗斯的境内 你不能打到俄罗斯去 那意思就叫乌克兰去死了 就只能在你们这边继续打 你不能反攻打去俄罗斯的领土 你只能在你们乌克兰的土地上打 这样公平吗 我说对乌克兰的人民 你美国给我军火 但是你不能打过去 就只能在我们那边自枪残杀这样子 是不是应该是美国出来 把这事情解决掉 当初也是你们惹起来 都为什么这样 都不干我们的事情了 这样一走 老师很奇怪 我最后因为 全修这有点难 这是要来问你 这个是美国 Nothing about Ukraine without Ukraine 这个是美国 像拜登建议在投诉里面 有写这一段 然后布林肯之前也讲过 这句话很难翻译 幸好我们现场有两位博士在这边 对乌克兰的事情 不能不考虑乌克兰 袁老师 袁老师就要救我这样子 谢谢袁老师 袁老师你也知道 我下一句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跟我们台湾 因为前秋不是我故意 要去把乌克兰跟台湾比你 实在是太像了 而且关键的都是美国 所以也谢谢袁老师cue我 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三个月 三个多月的乌克兰战争 学到教训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 白看了这场热闹 施老师对于刚刚那句话 有感受吗 我看一下 就是真的要考虑乌克兰的话 应该要怎么考虑法 没有乌克兰 不是考虑乌克兰的理由 那又是什么 为了自己美国的利益 他这个其实很矛盾的 因为你又不敢去 跑到俄罗斯去打仗 然后你又说是 Nothing about Ukraine without the Ukraine 意思也就是说是 他说就是说 你有关于乌克兰的 一定要跟乌克兰谈 有点就是这样 对 他是自主教的 我不会自己就 就决定了 就说美国不会去 就是说考虑事情 不会说不想到乌克兰 因为这篇文章 被国际上很多的关注 是认为说 是不是美国在定一个调 准备要 风向 风向在转变 这里就牵涉到 还印象那个是拜登来过台湾 然后把陈水扁羞辱了一顿 回去又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每天修辱 你们不是这独立的国家 但是他一直从头到尾一直讲说 台湾关系法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台湾人自己去决定 所以我又觉得他 在那边玩半天以后 但是出了事 就说这不关我事 所以还是不会从 你从出来 他说你是独立的 然后又说是你是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你自己要决定 不要来问我 所以这就是一个 又矛盾 又很好开脱的一个 不是 他就是一个下棋的方式 对他来讲的话 你就是国际利益中的一个棋子 也留好后路了 所以这篇文章 才会引起大家很多讨论 他向来他是说 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我不支持台独 就说出了事不是我的事 但是他就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我没有支持 是你们自己要干的 但是他的众议员 跑到那边来卖军火的时候 他从来不谴责的 是 对 从来不谴责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